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今天的这个slides我会很快的过去 然后进入我们的demo环节 最后我会聊一聊参与DS社区贡献的一些体验 第一 大数据开发中的痛点 大数据开发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 你的这个开发环境和线上环境很可能是非常不一致的 很多大数据工程师喜欢在IDE里面去做一些开发与调试 然后再把这个代码给它拷贝到云上的环境上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它的开发环境和线上环境会非常的不一致 一方面它需要去处理很多复杂零碎的这个作业配置 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反复的要复制粘贴 开发效率也很低 然后代码迭代的速度也很慢 最大的问题是线上调读时可能会出现难以预测的问题 也是由于这个本地的IDE环境和云上环境不一致所导致的 我们希望的一个理想场景是什么呢 就是运维团队把这个环境搭好了 大数据开发工程师只要点开这个 一个notebook 然后就可以交互式的非常快的去开发迭代 之后呢在调读器里面 比如说Dobin Scheduler一键的去调读notebook作业 当然有很多商业化的解决方法 但是我们这边是提供的一个完全开源的解决方案 而且这样的解决方案非常的轻量化 松偶盒 并且很容易维护 我们通过DS的任务插件 来连接我们的调读系统和我们的notebook 接下来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 Ziplin和Jupiter这两款notebook 以及Dobin Scheduler相对应的插件 主要以大数据开发为主的工程师可能更喜欢去使用Apaq 以及Ziplin 因为Ziplin对大数据作业的支持非常好 然后呢这个Ziplin 左侧是它的一个node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其中的一个paragraph 以及下面生成的这些数据 在开发过程中可以交互式的给一些反馈 从而提高我们的代码迭代速度 右边呢是Ziplin的一些报表 它有非常强谈的报表这个支持功能 然后这是Ziplin的架构 它有非常丰富的引擎支持 包括Spark还有常见的一些JDPC Flink, Python, Shell, HDFS, HBase 如果你现在已经是一个Ziplin的用户了 那你采用这样的方案将会非常方便 因为你不需要再去花任何的这个额外成本 去学习Dobin Scheduler的丰富的任务插件 你只要用Ziplin插件就够了 然后你所有的作业都在Ziplin开发 然后在Dobin侧一键调度 我们也是推荐这样去做的 另外Ziplin的Interpreter非常容易扩展 如果你有需要支持新的大数据任务 你也可以自己去扩展 这是Ziplin插件的一个截图 之后我们demo的时候会详细给大家展示 然后这也是Jupyter Notebook 相信用Jupyter Notebook的人非常多 它有非常丰富的生态和庞大的用户群体 这PPT上面我们就主要介绍一下 如何在Jupyter插件里面去做分布式环境的 Python依赖管理 因为很多的AI工程师或者数据分析师 其实它在跑Jupyter作业的时候 会有非常复杂的一个Python依赖环境 如果在分布式的这个环境上 需要在每个节点上一个手动配 尤其是如果它这个环境还经常变化 将会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DS的Jupyter task plugin里面 我们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左边是JupyterLab 右边是这个它的一个简单架构 然后我们JupyterLab可以看到 右上角圈出来 对于每个它的这个Cell可以去打Tag 去打上Parameters的这个Tag 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调度的时候 去把这些参数传进来 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这个调度作业 传入不同的Parameters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demo里面会做一个天区预报 然后城市就City它是一个变量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传入不同参数的方法 同时生成多个这个城市的天区预报 这个是DSJupyter任务插件的一个截图 之后我们会详细的去解释 分布式环境下的Python应该管理 在DSJupyter插件里面 我们提供三种方法去供用户选择 第一种就是手动的在节点上去做一些安装 或者去使用ShellTask去做坑大环境的安装 在编辑作业的时候呢 只要填入这个你已经事先安装好的坑大的环境名 然后就可以去自由的切换 第二种方法是使用资源中心 对把你这个已经调好的这个坑大环境呢 通过坑大PAP的方法预先打包出来 然后传到资源中心里 编辑作业的时候去进行切换 然后在执行时 执行之前 DS会把它从这个 ResourceCenter临时下载到Worker上 然后在执行完作业之后 又会把它给清除掉 第三种方式呢 会更加的灵活 你可以预先在ResourceCenter上上传 或者编辑一个Requirements TXT 然后在里面写上你的Python以来 在编辑Jupyter作业的时候呢 也可以自由选择切换 这样的话在运行Jupyter作业之前 它会根据这个Requirements去临时构建你的环境 并且在这个环境中执行你的作业 最后把这个环境给释放掉 第二种方法的话 会适合这种 如果你这个依赖特别多 然后如果你去使用这个Requirements的话 它去下载就会比较麻烦 而且如果你这个 你的Worker它是没有连接外网的 你也不可能就是说通过Python的方式 通过Requirements去下 第三种方法的话 是针对那种 你的依赖会经常变动的 这就会非常好 因为如果你事先打包好了 你再去重新构点就会比较麻烦 但是通过Requirements 你只要修改修改几行就可以 啊 就可以去更新了 那这是一个可视化的Python依赖管理 就是说你在这个 Task Plugin的界面上就可以很方便的去 采取不同的方式去操作它 第三点我们会 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Studio监控 主要是Dolphin这次的Matrix Dolphin里面集成了Micrometer框架 去对指标进行采集 然后可以去把这个Meter 这个Matrix 打到这个通过Promi车次去拉它 然后通过Granfana去做一个可视化 Studio相关的Matrix 主要是从Task Workflow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层面去看了 Notebook这个Task相关的有这个Task Timeout 然后Task的这个和状态相关的 还有执行结果相关的一些数量统计 然后Workflow也有类似的一个一些Matrix 然后因为我们Python会有这个Tuby的Task 会有Python的依赖管理 所以这个和资源管理相关的一些这个Matrix 也是受用的 然后这是一张Studio的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Matrix的截图 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Studio如何在云上进行部署 Studio的云上部署方案呢 如果是你要拿这个Dolphin Scheduler 还有Zippling或者Jupiter 你要做一个这个Single Sion 统一的登录 可以采取LDAP加NOXX SSO的这种方式 如果是做这个你要去做这个多集群 这些多集群的话 DS本身就是提供了这个环境管理的 你也可以就是说 Zippling你去放在这个多个集群上 就是每个集群都放一个Zippling 但这个不太好 还是建议把DS和Zippling 放在一个单独的这个数据开发集群上 然后通过一些二次开发的方法 把一些这个架包或者配置文件通过来 然后通过Zippling去提交作业 DS来调Zippling 然后这个原数据存储管理的话 可以把这个DS的原数据存在MySQL 或者PostgreSQL上 也可以去采用一些这种分布式的 云上的一些数据库 资源中心建议对接对象存储 比如说S3或者OSS 尽量的做到存算分离 对 然后LOG存储的话 也建议去进行一些二次开发去对接对象存储 比如说S3或者OSS 也可以直接就是打到AWS的CloudWatch里面 不过现在社区还没有提供这个LOG的对接对象存储的功能 这个还在讨论中 最后就是这个监控和告警 我们建议采取罗米秀斯和固然方案的这套方案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直接考虑使用云厂商的一些解决方案 而不是自己去再花时间去部署 这是一个简单的架构图 我们推荐把Dolphin和Ziplin放在一个Studio这样的一个集群上 数据开发集群上 然后去做一个存算分离 LOG打到OSS和S3里面 MetaData存在这个MySQL或者PostGrateSQL里面 把Matrix对接这个Rome秀斯Granfana去做一些监控和告警 然后呢具体的作业我们去提交到这个 计算集群上 当然你要保证这个Studio和这个计算集群之间的这种VPC是打通的 那这个是一个Ziplin的UI方面的二次开发 当然后端也有一些相应的这个开发 可以通过这个按钮啊 来选择不同的计算集群去进行绑定和切换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作业调度到不同集群上 比如说如果你有充足的经费 你可以搞一个生产集群和一个一模一样的这个环境的开发集群 我们平时开发的时候就在开发集群上测 然后开完之后就直接绑在生产集群上去 去在生产上调度 后续优化的话 首先是DS测 就是更加深度的去和Notebook进行结合 比如说UI上呢 我们当填入了Notebook的这个ID和Endpoint 直接生成一个可以能够直接跳转到Notebook的链接 这样的话我们在两边切会非常的方便 另外在Notebook测的话我们可以加强它的稳定性 因为Notebook本身并不是为了调度生产上的调度而设计的 一方面我们可以在UI上去加一些锁 这样的话在调度过程中可以避免用户误善误改 另外一方面的话可以去减少一个它的Notebook到执行之间的一些链路 从而降低问题发生的一些概念 接下来呢我们会对应之前所讲的内容给大家做一些相应的demo 在正式的去编写以及调度大书记作业之前呢 我们先进入到Doping Scheduler项目的这个目录下 Meter Grafana Demo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为用户提供了开箱只用的这个Docker Compose文件 我们去跑一下Docker Compose Up 就会从远端去拉下罗米修斯和Grafana的镜像 并且把它们起起来 之后呢我们在具体运行调度作业的时候呢 Doping Scheduler会生成Matrix 会被这边的Pro米修斯和Grafana采集到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Grafana里面去看到这些Matrix了 我们也事先为用户提供了开箱即用的Dashboards案例 这个是Doping Scheduler的一个主界面 我们先来创建一个全新的这个项目 就叫做Demo 这个是Ziplin的页面 我们推荐大家在Ziplin或者Gupyter里面去交互式的去做作业的开发 然后去进入到Doping Scheduler页面呢 去做一键的调度 Ziplin里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简洁的ETL作业 首先我们会生成一些数据 然后我们把这个CSV数据load到Hive表里面 再将它转换成Paket格式 就我们会去查询这个Paket表 我们可以看到Ziplin它的一个Note呢是由多个Paragraph构成的 每个Paragraph呢都在一个Cell里面 我们可以去交互式的去一个个Cell去做一些运行 那第一个Cell它本身其实是一个Markdown 我们去运行它它其实已经编译出来了 然后第一个Paragraph我们去生成一些数据 因为我之前有跑过 所以会看到有些历史的参与数据 好了 连出结果了 这是这会很快的交互式的给我们一些反馈 非常方便去做开发和debug 以及它每个Paragraph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checkpoint 之前的数据都会保存着的 让我们load的数据到Hive表里面 可以看到这边处于一个Panning状态 这个Paragraph呢已经在跑了 好了 已经跑完了 再接下来呢我们把生成的这个CSV格式的数据 去转换成Packet格式 对了 是Zipeline独有的一个东西 但是呢我们把这个DynamicForm和Dolphin Schedule测的 Zipeline TaskPlugin里面的Parameters结合起来 所以说我们在Dolphin Schedule测调度的时候呢可以通过传入参数 甚至是一些动态的时间参数 它都可以传到这边来 就传到这个DynamicForm里面 可以看到这个Paragraph已经执行成功了 转换成了Packet格式 最后呢我们去查询这个Packet格式的表 那就是我们得到的结论 好了 接下来我们已经模拟了一个ETL作业的编写 我们可以到这个Dolphin Schedule的这一侧呢去做一个一键的调度 我们进入到这个WorkflowDefinition Page Create Workflow 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这个Task类型可以选 我们就为了Demon的简洁一点 我们就ease一下 第一个我们先叫这个StarNote 就作为一个开始的一个作用 StarTask 然后我们这边就很简单了 echo一个1 然后去接我们的ZipLin的ETL作用 前面的下个作用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先制的一些任务 对吧 我们这边为了方便演示 就是简洁一点 那这个地方我们给它去认为Tasketetl OK 然后有这些参数可以填 第一个是ZipLinNote ID 我们在这边可以在URL最后一段 或者在这个位置复制到Note ID 好 ZipLinTaskPlugin可以按照Note去整个执行 一整个Note也可以按照Paragraph去一个个执行 或者执行某一个paragraph 如果你不填paragraph ID的话 你默认是执行整个Note 如果你填了就会执行对应的paragraph 接下来呢 是填endpoint 也就是你的这个ZipLinServer的一个地址和端口 最后不要加这个trainingslash 然后下面一个参数呢 是生产模式下的一个生产路径 你可以不填 如果不填的话呢 它就会直接去运行你原本的这个Note 如果填了呢 它就会复制一份 到你的生产模式下 生产模式的路径下去执行 执行完之后再删掉 这样就确保了它的一个稳定性 这个我们之后会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parameter就是我们说的 传过去的话 就会和ZipLin的DynamicForm去做一个结合 那最后我们再象征性的去连一个 nTask 这个生产状态中 你可以实际状态 或者自己自行飘脚 我们只是为了串 串成一个工作楼 好了 这个模拟的到处去开发的工作楼就唱好了 好 workflow的名字呢 我们就叫做 TaskV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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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呢 就在于它有明显的上线和下线的机制 这样的话呢 在你修改完DAG的时候 你就不会 会有那样的困扰 就是说 正在运行的 或者下次运行的DAG 它到底是我修改前的还是修改之后呢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分界线 这边还有它的一些调度 时间调度设置 我们就不设了 为了解决时间 我们直接就去吹远 好 第一个 一开始的这个Echo Echo1 已经执行完成了 这是速度进行 然后现在正在跑我们的第二个作业 就是刚才的那个ETL ZIPLIN的ETL作业 它会稍微慢一些 现在这个它在跑的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 它的一个生产模式 那我们再建一个ZIPLIN作业 这次我们只用一个节点 节约时间 方便有限 对 依然是输入NOTID 然后 endpoint 这个呢之后在我们的 之后会提供一个 可能一个region center的一个功能 那之后我们可以统一的去 对connection 去做一些关系 不要反复在这边填了 也会节省大家的时间 不过现在还没有这个功能 社区还在讨论多 那通过填写一个生产的路径 我们可以启用这个生产模式 我们把它上线 并且去手动吹花 它可以看到正在跑了 我们之前的那个VPIN 都已经执行完成了 对 可以在这边看到它的 ZIPLIN测的执行结果 对 就是所有的paragraph的执行结果 现在因为在录视频 所以它有点卡 但是在实际情况下 它是不会卡的 然后我们到ZIPLIN主页里 可以看到这边多了一个PRO 这个路径 就是Cobby过来的这个NOTE 其实看到这边有个pending状态 它就是已经在跑了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即便在生产调度过程中 用户不小心去比如说随便打了 或者点错了 或者把这个原先的一个NOTE给污染了 它也不会影响到它的这个生产上的调度任务 这也是进一步的提高了它的用稳定性 好了你可以看到这边的复制出来的 那个克隆出来的NOTE已经被删掉了 就说明它的这个执行已经结束了 细心的同学可能已经发现了 我的这个ZIPLIN它的这个URL 是一个远端的一个地址 但是Dolphin Scheduler是本地的localhost 其实呢我是在本地去搭了一个Dolphin Scheduler的standalone模式 然后在远端的集群上面去搭了一个ZIPLIN 当然这个只是为了方便DEMO 在生产环境下是肯定是不可以这么去做的 至于生产环境下以及云上怎么去部署 我们在这个Studio的云上部署方案 刚才那一节已经讲了 大家可以回过去参考 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 如何通过Dolphin Scheduler去调读执行Jupyter作业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登录到了这个JupyterLab中 这边是一个Weather Forecast的一个Jupyter Note 然后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做了以下的一些操作 它是首先我们会去调那个远端的OpenWeather API 去获取一些天气相关的数据 然后我们会对这个一个特定的城市的天气相关数据呢 去做一些处理 然后我们会生成呢 接下来五天里的天气预报 一个是气温的一个走势图 另外也是这个降水还有湿度的走势图 应该有很多人之前特别是做这个AI 或者做这个数据分析 可能用Python用的比较多 之前可能都接触过这个Jupyter Notebook 那我们也先跑一下 它这个其实和Zipeline也比较类似 可以交互式的去做一个开发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这个testprint出来了 我们也可以去交互的去进行一些debug 这个的话我们初始的程式设置层上 然后从远端去获取一些数据 它这边会是在跑 对这个就是数据执行出来了 然后接着我们往下面去 去画图 这边会画出一张这个气温的走势图 接下来我们画这个降水的图 最后呢可以从这个地方去生成一个天气预报 总之也是这样的交互式开发非常方便的去debug 而且依然是每次要都是一个check point 前面的数据都会保存下来 对我们重点并不是在于去怎么使用Jupyter Notebook 还是怎么的去到我们开发完之后 怎么样去便捷的去执行和调度它 从doping scheduler那一层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doping scheduler的这个tribute task plugin 我们先把刚才生成的一些东西给删掉 ok 在这个workflow definition 这个配置上我们去创建一个新的workflow 只不过这次我们选用的是Jupyter task ok node name我们知道才是Jupyter 我们之前已经讲了我们提供多种的这个依赖管理模式 最简单的一种呢就是你在work上去手动装好 或者用share task去装好 然后去用Jupyter这个task去调 调那个已经装好的这个任务 装好的这个环境去把它齐起来 如果不想用这个share task去装呢或者手动去装呢 尤其是如果你的这个work节点特别多 然后呢你这个有的时候经常会做一些变更 那你可以事先把这个 我通过这个上传上传套方的行驶 这个之后我们会演示 首先我们先去演示一下最简单的一种 因为我们本地已经有Jupyter这个环境了 直接填进去就好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note的路径给填上去 这是一个template 然后我们可以再填一个output的一个路径 我们去做一个北京的patch view parameters parameters呢我们是使用了paper mill的一个parameterization的一个功能 大家我们回来到这个 呃 Jupyter这次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cell它是有个tag的 tag的名字就叫parameters 打了这个样的tag之后呢 就是我们可以利用paper mill的这个 呃参数号功能去传入参数 我们的这个template scheduler 还有Jupyter task plugin 底层是用paper mill去去执行Jupyter note 所以呃 我们只要在这个地方把parameters给填进去 到那边就会生效了 呃初始的我们是 默认是是使用的这个cds上海吧 我们把它改成北京 看它我们的生效 ok啊另外再多讲一句就是它的这个执行状态呢 其实我们之前也讲过是把这个呃 是把这个template给复制一份出来 然后去生成一个新的note 就可以去执行它啊 它在这个这个output的过程中 包括这个input的这个path和output path 你其实都可以很容易的去扩展 你可以去对接 既可以去做呃 对接本地的路径呢也可以去 在扩展之后去对接远端的 比如说AWS的S3 或者阿里云的这个OSS 或者啊 微软的这个blob都是可以的 对象存储都是可以的 对 然后这是kernel engine 还有一些啊 execution timeout之类的东西 其实啊 一般如果不用的话 这些都可以不填了 啊为了方便展示我们就单节点了 也不串工作流 好 名字就叫 有个 orchest 好 我们也创建好了 现在去上线 并且 执行他 因为录视频啊 确实是有点卡 但是实际执行的过程中是很流畅的 OK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已经在执行了 因为我们默认呢 是传 是带这个progress bar这个参数的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进步条 执行的进步条 对 那现在已经执行成功了 我们回过来在这个 呃 Jupiter这一侧 刷新一下 已经可以看到生成的这个 北京的 呃 我们可以到这个里面去看 呃 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准备的文件 已经有这个report 我们把它打开 好了 可以看到一个html格式的这个 呃 气温的 还有降水的一个分析图 其实因为它和这个我们多名schedule的Jupiter task plugin呢 可以传入 传入这种参数 我们可以同时的啊 批量的去生成多个城市的一个 这个啊 气温降水的报表 当然 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如果是想要去应用在啊 machine learning 或者一些其他的AI场景呢 也可以对应的去做一些调整 Jupiter task plugin 一共支持三种分布式环境下的这个 这个 Python依赖的管理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展示过一种了 那另外两种的话 我们现在也模拟展示一下 因为是本地的一个standalone模式嘛 不过在这个 分布式环境下也是一样的 它会把 在你这个对应的 worker节点上 先去构建这个环境 然后在执行完任务后 再去把这个环境给清除掉 我们进入到这个domin scheduler的resource center 其实可以看到 然后我已经事先把这个 一个是Jupiter的env 就是一个空打环境 通过空打papt方式 把它打包出来 并且上传出来 它还是有点大的 有100多 将近200兆 另外一个是一个requirements txt 通过requirements方式去临时构建 为了进一步 展示它的这个Jupiter task plugin 它的一个稳定性 我们把这个后端的Jupiter lab server 给杀掉 好了 虽然note还在 但是这个server已经挂掉了 但是因为呢 我们这个Jupiter task plugin 它底层是用papermil去执行的 它并不去依赖这个 一个启动着的Jupiter server 所以说即便在生产环境下 Jupiter这个lab出现问题了 它也不会影响到生产调度的执行 我们创建一个测试的工作流 去测一测这两种环境管理 这边是Jupiter 第一种呢 我们就是test test的一个 这个打包好的一个环境 那我们就在这个resource这个地方去把 Jupiter的一个打包好的环境给传上来 给选中 它已经传上来 之前就已经事先传在了这个资源中心 那我们依然是填入我们的这个note的地址 这个我们就采用它默认的这个参数 我们就不再传参进去了 然后在这里呢 Konda env name 要和这个你的resource保持一致 Jupiter task plugin 会根据你的后缀去自动识别 去从而采取不同的环境构件方式 另外一个呢 我们就从requirements去进行构建 那在这里的话我们资源就会去选中requirements inputPath和outputPath还是一样的 这个为了和刚刚才那个区分开来 你就加一个 2为一个区分 好了我们现在不去联它 它会默认的去 嗯 变形之行 当然是上线我们的这个工作人 我们也去出发它 我们可以去选那个worker group 在分布式的环境下 它就会只会在对应的这个 呃 worker上去做这件事了 那两个都已经跑起来了 那为了节约时间我们就跳过它的具体的执行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通过requirements 那我们是构建的一个 呃 log 执行过程的一个log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这个去临时下一些包的一个过程 那另外一个我们是通过这个打包好的看到痕迹 啊 这边会有解压解压 解压 但是我们把解压的这个log都给省去了 然后这个是解压完之后 去运行的一个过程和结果 就我们会把这个 呃 临时环境给消除掉 好了 这也就是啊 JupyTask的一个呃 展示 如何去使用doping schedule去调度啊 啊 出发 最后呢 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在最初 啊 起来的这个Grafana实力 其实已经统计到很多metrics啊 有worker这个CPU占用率 然后还有一些 啊执行的task数量啊 以及这个成功和失败的一些数量 都能够从这个 这个Grafana测看到啊 生成的metrics 因为呢 我们在啊 JupyTask执行过程中去临时构建 来分布市场的环境啊 会有从resource center下载资源的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啊 有这个资源下载的统计啊 下载的时间 包括资源的大小啊 以及一个啊 资源大小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统计 这边都是相应的metrics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针对 zipping task和JupyTask执行的数量的一些统计 因为我们这个啊 之前也也在这个机器上执行过 所以还有 有些之前做的这个task也是被算在其中了 啊 这个是worker相关的metrics 可以看一下啊 这边有master相关的一些metrics 不过我们因为没有去啊 去schedule 所以有些东西并没有采集到 如果大家去做一些定时调度的话啊 可能会采集到更多的一些东西 这边就不再啊 啊 详细给大家展示啊 如果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玩一下 然后因为我们使用的是这个meter 框架 所以会有啊 这个micrometer自带的一些比如说 data source 就是看到一些和db的connection相关的metrics 以及这个JVM还有一些底层的啊 自带的一些metrics都可以看到 也欢迎大家去尝试 啊 最后想跟大家介绍一点 就是说今天demo的这些东西呢 有部分其实还是在这个deck分支上 所以如果要去看的话 可以到这个dobinschedule组件 然后dops选择olderversions 然后devdocument 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 我们和metrics相关 以及和这个chipeter相关的一些文档 这就是我的这个demo环节 最后想和大家聊一下 我在ds社区的参与体验 ds社区它是非常参放forrow 而且是这个very responsive的一个社区 所以说在这个社区里面去参与开发 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 也有很多这个老师们会来帮助你 最后如果喜欢我的这个presentation 同学欢迎来在github上follow 谢谢大家